就好像一位朋友一般 如果他爱你的话 他会给你一份礼物 对吗 哇 你收到这一份礼物的时候 你心中很高兴 就是因为你知道 你被爱 这一位天主呢 其实就是爱我们的天主 他为我们预备了礼物 当我们领洗的时候 依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那一刻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一份礼物 那就是信德 信望爱三德 信德是最基本的 虽然是一份礼物 不过呢 我们却要去培养它 不能够哇 我收到这一份礼物 然后就把它放在抽屉里 有什么用处呢 对吗 如果一份礼物 你要去珍惜的话 那么你一定会好好的去照顾它 利用它 那么现在天主 是给我们的这一份礼物 那就是信德呢 我们要好好的去培养 就好像当朋友送给你一颗小植物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浇水 对吗 然后要放肥料 一定要得到适当的阳光 这一颗之后才能够渐渐的长大 不然的话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死去了 而我们的信德也是如此 其实信德是从哪里来的呢 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至十七节 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至十七节 信德是由听从基督的话而来的 所以当我们要在信德上成长的话 那么我们一定要时常的默想圣经 诵读圣经 今天早上我们将一起来说圣经诵读 就是因为当我们时常默想还有诵读基督的话 圣经读圣经读基督的话 我们就能够在信德上有诚 没有信德的人是不能够读耶天主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如果你想要知道关于信德的话 翻开西伯来书十一章 从第一节开始 第六节就说到 没有信德的人是不能够读耶天主的 你看因为天主已经赐给我们这一份礼物了 那就是信德 我们其实已经得到了 不过一定要好好地去培养它 让它渐渐地长大 不过很可惜 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做圣经诵读 还有就是忘弥撒的时候 有读经语 有读经诱 有福音 对吗 还有就是神父讲道理 有多少句话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呢 有多少句话 可能一句都没有 有的人在忘弥撒的时候 还在发信息 是吗 sms 然后讲电话 哇 太可惜了 这一些话 世上的话 不能够帮助我们在信德上成长 不过基督的话 能够帮助我们在信德上有成长 很多人就是听不进去 从幼儿路 然后着而出 没有了 一离开教堂 你可以问他 今天神父讲道理 讲了什么呢 读经是关于什么呢 哇 答不出来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这算是万别上吗 很可惜 对吗 应该 至少有一句话 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深处 为什么没有一句话 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深处呢 很可能 很可能就是因为有障碍 在灵修生活中的成长 我们会碰见一些障碍 其中一种障碍就是心灵创伤 心灵创伤的人 很难体验到 人与人之间的爱 也很难体验到 天主的爱 连人与人之间的爱 都很难体验到 那么 可看天主的爱 对吗 天主是看不见的 看得见的 我们都很难体验到 那么 天主这一位看不见的 就更难体验到 心灵创伤 就是一种很大的障碍 所以 如果想要在 性格上有成长的话 那么 一定要除去这些障碍 怎么样除去这些障碍呢 当然每一个人 一看这一次的毕竟 就知道 是心灵治愈毕竟 就是要得到心灵上的 医治 对吗 不过 还没有得到医治之前 我们一定要悔改 每一次在活动中 包括了毕竟 唯有悔改 才能够帮助我们 竭尽天度 马古福音第一章十五节 马古福音第一章十五节 当我们临圣杯的那一天 那就是 星期三 临圣杯 是吗 是障碍还没有开始之前 临圣杯的那一刻神父 坏一个十字架 然后他说了一些什么话呢 还记得吗 每一年都临圣杯啊 记得吗 那就是 悔改 听从福音法 对吗 其中一事就是这一事 还有另外一事 不过我要说的就是 马古福音第一章十五节 就是 时期一到 你们悔改和信从福音法 悔改 信从福音 为什么一定要悔改呢 然后才信从福音吗 为什么不能够立刻就信从福音 然后不用悔改 不 一定要悔改 就是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类 还记得 亚当和俄网吗 在伊甸园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 亚当和俄网 夺落的时候 那一个 全人类已经 成续了 那就是原罪 每一个人都有原罪 虽然是我们已经灵洗了 一切的罪都已经被赦免了 不过 我们还有犯罪的倾向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功课 一生一世的奋斗下去 真的不简单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 悔改 然后转向基督 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拉丁文悔改是metanoia metanoia n-o-i-a meta的意思是一半 noia是圆圈 半个圆圈 半个圆圈 多少度呢 多少度啊 一百八十 哦 你们都会数学 很不错 不过我们的数学 跟天主的数学来比 是相差的太远了 对吗 同意吗 不同意 好 举一个例子 我们的数学是 一加一等于二 对吗 天主的数学是 一加一加一等于 嗯